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代表博生品牌顾问 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议题是 启动员工内在的这个品牌动能 然后打造优质的雇主品牌 好 品牌定位其实在做一个程序 很重要大家都知道要往下传 往内传 然后能够深化 那其实大家其实在做这几个 不管是品牌转型 品牌内化 或是雇主品牌 其实大家相同的目标都是这几个项目 第一个大家希望能够获得关注跟启动 跟启动的期待 其实所有关心你 不管是抱怨你公司的人 或抱怨公司的人工 喜欢公司的人工 只要没有离开还关注你心中有期待 当你产生了变化 其实会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这家公司不一样 我们未来也不一样 有发展 有希望 那第二个是沟通与暗示 我们做品牌定位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让所有人可以快速的知道 就是从感觉到认知 我们有怎样的改变 然后进而什么 对于我们的能力 品质 信赖度 让大家能够有正确的暗示效果 那再来大家希望什么 共同的这个行动依据 尤其是公司内部的人 甚至外面 我们一直在讲 partnership 但是如果外界没有办法快速了解 我们的价值观 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 他们很难产生共同行动依据 好 那再来自我了解 在整个定位的过程中 其实最大的收获已经是内部 甚至是创办人 我们碰过很多的客户 其实很多的创办人 讲不出心里的热情 他只会做 我要做行销 我非常要做行销 然后每天在做创新 所以这非常多 所以在这过程中自我了解 也会是一个很大 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目的 那最后其实就是什么 建立关联性 为什么我们家的品牌跟我有关 虽然我领你薪水 然后但是为什么它跟我有关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这三件事情 很大的这个目标 好 所以一开始 其实就给大家这么这个 heavy的东西 好 但是是不是讲完之后 哇 希望有个神灯 这好讲完之后就完成了 我做完这个定位之后 一切就发生了 一年就发生了 好 如果不是这样 我看到后面有些人在打哈欠 那不然其实下午也有点累 一开始就这么重 我们后面其实会这个会轻松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个小小活动 请大家双手借给我 双手 谢谢 谢谢 好 请大家帮你的左边的伙伴 假装垂垂背 帮你左边的伙伴假装垂背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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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就帮 假装帮你右边的伙伴垂垂背 好 大家其实活力都很好 那接下来 好 彩蛋来了 两张椅子下面有博生的信封 里面涵盖了 干杯超市的一千元折扣码 如果旁边没有人的话 有找到 请举手 让我们站起来 拆开来 哇 拆开拆开 干杯是我们的这个客人 他听到这么棒的活动 他也赞助我们 然后让我们这个 所以这一千元折扣码 是在这个干杯超市上使用 然后是一千元可以折扣 请你们吃干杯和牛 我发生一件事情 这个 如果从头一开始 我跟大家讲这个讯息 久坐对身体的健康造成风险 你应该三不五时扭扭腰动一动 结果会不会一样 大家可能就像现在一样 我听完之后还是这个样子 可不过刚才发现一件事情 大家的腰骨 比和牛还软 所以其实重点其实是什么 内化内化 大家最挑战的是什么 改变跟行动力 我如何让你启动起来 好 对老板来说很简单 我必须要改变 为什么 老板的热情目标 跟我想要展现的行为 必须靠公司这个系统才能展成 我不可能自己去服务客户 我也不可能去接客户 但是我必须要靠这么多阶层 从这个中阶主管 一级主管一线员工 一直到我的系统体验价值 成真传递才会到消费者 那今天如果我知道 重新做的塑型要改变 下面人不改变不可能 但是碰到一个问题就会是 为什么老板要改变 是我在改变 你改变就好啦 或者大家常常说老板都不改变 我改变什么 老板有改变 那只是他的改变 不一定像你想象的改变一样 所以对员工 老板就会说 哇 这个对你好 这是公司的政策 因为你得改变 听到有更生气 什么叫我得改变 代表不好吗 所以在改变的过程中 我们如何让这个防御的机制 不要下降 这是互相沟通了解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其实我们要问的问题 其实都不是在为什么不改变这件事情 企业为什么不改变 而是我们必须要来理解 为什么要改变 我们这边提到一些传统企业内化方式 容易失败的关键理由 我们在早年 我们也是这样处理的 那它包含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假设我们把内化当成教育宣导活动 没有用自由市场的行销活动 这会跟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有关 就是说现在新世代的员工 或新世代的族群 其实没有那种老板是神的概念 我们这个我年纪比较大 在我们小时候这个老板是神 可是现在没有老板跟雇主 跟这个对象是平等的关系 这是我们要接受的事实 反正就是这样 反正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每一个客人 当成内部的 把一个雇员当成内部的客户这样 然后再一次内容太过艰深 我用参与者的这个传达 然后公司用强制力 员工没有看自己的重要性 然后员工没有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跟这个跟公司的关联 或过程很无聊 我就不想来 或者高层为支持 所以大家一直在提到雇主品牌 其实雇主品牌就是以员工跟潜在人台为关系 发展的品牌关系 讲到关系谁就会跳出来讲 这个阿德勒 被讨厌的勇气就出来讲话 什么叫关系 对关系对阿德勒来说要建立四件事情 信念 自我价值观 成长归属观 我们在跟品牌计划合作 我们超有这四个事情 大家都为了帮助台湾的企业往前走 然后尽心尽力的团队组织这些的活动 但是如果你在一家公司中 找不到这四个项目 你很难呆着久 那更何况老板一直叫你做你不熟悉的事情 所以公司要做到的四个事情是左边这一个 认同彼此正向的价值观 让对方知道自己的重要性 不是一直告诉你你很重要 你很重要 你很重要 不是用讲的 是让对方自然而来 知道自己的重要性 然后挑战与成就感 然后参与协作跟合作 我们也是用这样来带后面内部 内化如何往外开展 所以如果从品牌内化到雇主品牌 包含从一开始定位到尸体环境 高层的知识意愿启动 最重要是什么 成长行为的展开 为什么用成长两个字 我们要做改变对不对 对哪是改变 改变大家会往好的改变或往坏的改变 一定往好的改变 好的改变就是成长 就是成长两者 所以如何让员工能够相信成长 然后创造品牌动能 能够整个系统让员工能够动起来 朝对的方向 然后最后才能往内往外宣传扩大 达到雇主品牌 大家相信来这边可以达到生活平衡 也可以符合这个心意这样 品牌的心意 好所以以上是理论 那接下来实际怎么做 来口诀大家可以一起念 从中做起 旁敲侧击 向高拉拢 基层有感 白话叫什么 白话叫做从中间主管开始 不要只是从教育启动 然后什么 我们让老板认为 我们做的好棒棒 增加支持的力道 然后把层面事件搞大 让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是我们的过程 其实高层 中层 底层 从哪里开始 我们常常听到是top down 可是谁是真的 往上往下有影响力的 中间主管 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开始 跟我们一起 我们刚才说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很重要的事情 是不要急 循序渐进 从触及 知道 接受 了解 慢慢的推波 直到他们接受这一切 才采取行动 深度参与呼朋一半 如果我们觉得 一年的教育训练 就可以达到这一件事情 有一点太强人所难 那如何循序渐进 用自由的市场 来做这件事情 好 再加上 其实不同层级的这个 有不同 不同层级 其实他们在品牌 重新定位之后 有不同的任务跟认知 其实他们对这个整个系统 整个组织的架构的观念 其实已经在转变 所以他们势必有不同的任务 必须分开 做不同的媒介 跟不同的活动 就像我们其实在做segmentation 其实它就是自由市场的态度 在对内 好 然后去共同让他们 朝理想结果去走 好 那这个room map 其实我们基本上定位的产出 然后这个文化的建立开启 然后我们做这个识别的建立 那这个品牌小股的推荐 然后到这个团队活动开始 然后到 品牌叫我着急去做一些 实际上他们有权利 能做到的事情 那扩展到全公司 我后面细部再跟大家讲 好 我们其实有不少的客户 其实并不是第一年来找我们 但我们有做品牌定位 从头开始 但是有不少客户来找我们 因为他看不懂品牌定位 很难理解 但是真的存在 品牌定位其实基本上 当很重要的是 当所有的这个品牌内化很重要的是 我如何从这个中心思想往下走 所以在我们内部的内化 第一个过程必须要知道 我们有没有清楚的品牌定义 有没有品牌小组 品牌小组的意愿跟了解是什么 我们的知识渗透度 我们的环境完整度 高阶主管对品牌支持度 所有品牌会议是到什么层级会参加 这都很重要 这都是以面力道的方式 不同的力道不同的做法 对 好 那再来就是说 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在品牌的定位上 品牌的讯息必须要转译 所有不同主管层级 他们要听的品牌定义是不一样 每一家的品牌顾问 其实我们都做了非常好的定义 但是是不是每个艰深的词 到了产线他们都能够了解 那在这个过程的环境之后 假设我们从自由市场里面 不同的提要不同的语言 我们如何创造不同的语言 我们可以从这个逻辑性强 严谨精炼 一直到这个感受性强 简单清楚 从公司的层级 我对外要很精准的展示出策略 然后到这个对客户 对内部 对我们的员工 对环境的层级 如何软化在不同层级又不同的语言 这个就很重要 好 再来就是品牌环境的建立 当我们像我们有小孩的 其实最重要是要小孩学会阅读 就是让书架摆满周围上面放上书 要他变成厨师 就是带他去做吃东西 放上厨具 所以环境的营养是每天在触及 你如何让环境滴水不漏的建立 在所有周遭的范围 从所有的识别 所有的定义 然后到这些视觉的部分 好 然后再来行动要开展 很重要是什么 如何产生关联 哪些价值与我有关 哪些是我拥有 哪些可以让我变得更好 如何让整件事情觉得 跟我有所关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认同 好 所以阿德勒又出来了 他说这个 与公司有连结 才能发现自己有能力 有意义 有勇气去挑战这些事情 所以从认识到认知 才能走到认同跟归属 当走到归属 你才有跟他们一起推动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这一群人 你要让这个所谓的 Brand Champion Team 跟你一起去改革 但为什么 我不认识你 我不熟你 会不会害我 风险在哪里 完全都不知道 那你能不能先认识他 让他从内在觉得 像刚刚阿德勒说的 有认同感 有挑战 有正向的价值观 我信任你 我如何带领先锋部队 其实我们在自由市场也是这样 先圈铁粉 先创造公司内部一群的铁粉 那你能不能先从每一个人开始 既然这个组织不大 了解每一个人的优秀特质 跟公司的品牌定位 哪里是重叠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做一对一 从一个心理学严格的架构的问题 去找出他们的这一张图 其中一个问题我觉得蛮值得提 譬如说跟公司特质的相同处 这个问题代表什么 当这个特质跟我不符合 我离职给你看 因为这是我跟你最大的连结 那他在公司的角色的优势 他为一位公司产生什么的行动 其实你清楚知道他的状况 你就知道他如何往前开展 所以必须要了解他 同时这一点还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让他能够觉得 我能够相信你 然后我愿意跟你 跟这个管顾公司一起走 你是跟我同批人 你跟公司有点不一样 你在那边角色 但是我可以信赖你 然后在他们一群人去做这个开展 那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让他们相信 我们刚才做成长 我们在那边用了书 基本上会从精准成长开始 为什么谈成长 我们刚才提到 好的变化就是成长 所以让他们先接受变化的好 好的变化成长这件事情 那你到后面的新的事物的行动的改变 他们会不会比较机会会改变 有 那刚才也提到说 好我们要让员工能够往前走 有归属感 要有挑战 所以可以开始给他一些小心任务 我们用这个读书会 让他们分组 跨组的精英们 自己去组成这个表演会 去介绍给全公司的人 这本书在说什么 让他们短时间两周内 产生一个task 然后让所有高层来看 得到奖赏 得到认同 然后产生归属感 然后再来就是 如何接下来把讯息往外传播 让所有公司的人 借由一些活动的甄选 一些活动的一些部分 然后从我们这些文件 内容 触及到品牌的讯息 他即便不参加 他可能会看过 我们品牌价值是什么 哪六个字 中间什么内容 甚至要让他们再去提案里面 去做这些事情 好 然后最后张罗旗鼓的 把整个活动办起来 让大家用体验到的部分 然后去感受到 品牌价值是什么 这时候都很好玩 还在体验 还在好玩 我都还没有讲任何一个 教育的事情 然后让他们觉得 这些活动跟自己有关 跟文化有关 直觉简易有趣 然后产生感激的吸引 让所有事情保持正向 然后呢 循序借尽 我们到目前做到哪了 这边 我们到这时候 才开始做讯息之路 因为管道打开了 大家习惯了 大家都同意跟相信 这个群组 这群人很有力量 在各部门中往外开展 他们是最好的代言人 所以这次我们才做教育训练 在不同阶层 不同部门 高层 中层 底层 不同部门 由这些种子教官们 很有热情的去发展 而不是觉得你说的 我照你的去讲 好 所以结论 品牌内化是为了让这个 更系统化 更一致化的行动 传达经营者意念跟心意 然后这个雇主品牌 就是以员工跟潜在人才 为对象发展的品牌关系 那内化常常失败 因为我们一开始要教育员工 品牌内化要当作自由市场 用行销活动来进行 然后定位必须要转化成 不同层级语言 然后这个环境准备 这个品牌小组连结 带动个人成长 然后准备好改变 创造成长环境 与下连结 然后再次产生员工 关联性的连结 这是非常重要 与我有关 然后最后 品牌的关键点 在于什么 内化的关键点 一定要从定位的本质核心 如果这个定位抓得到 公司既有的热情 会成功一半 如果不是 大家会觉得 这个好像 我没有感觉到 因为内化之后 一个很大的考验是 所有的定位会受到 全体员工的检视 他们会告诉你 这个定位好 会不会好 所以这个是 以上 我们今天用心意这件事情 想要去串联整件事情 然后传达到公司 创造一个内在非常有成长动力环境的内化环境 谢谢各位